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阴孙和赵一定能够起很多人的回忆 曾经的暖婚现在依旧很暖 不可否认 藏出的小花灰头土岭身形娇弱 实在衬不上漂亮 但其如一字小年纪再现 简直是小戏骨 无论是乱春中的小花 还是樱桃中的红红 它都将人物特点演绎的生动想象 尤其是苦戏更是动人 总是触动观众的类型 甚至让人产生一种 他必须演这种楚楚可怜的角色 不少网友和粉丝只要提起他 就会自然而然想起小花糊的场景 但也正是因为角色的原因 其如一层塔人必须故意办仇来塑造形象 所以有时候大家会忽略了他精致的五官 拿现在的生活招来说 小花简直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和朋友和赵 一看就很有明星象 当然 最关键的是人家也有双大长腿 拥有这么好的条件和国民 度应该很适合在娱乐圈发展吧 但目前来看其主意 近年来的作品很少 翻看他的微博 基本都是一些分享的生活 所以或许人家并没有当明星的打算 其实话说回来 和其主意风格类似的还有一位同心 他就是宋祖尔 或许很多人都知道他的额掌 但其实在07年元旦上映的公益片《你是天使》中 宋祖尔饰演正发生爱滋病村的孩子的孩子 命运多舛 他与马杰主演的女大学生之间 发生的关于贫穷 死亡 恐惧和爱的故事震撼人心 这类公益片 大多以不速的角度和情绪来打动大众 这对八岁的宋祖尔来说 对演技无疑是很大挑战 小编看了这部剧 泪眼婆娑 尤其当时 宋祖尔的这个眼神 让人印象深刻 空气对比上 宋祖尔和齐如意真是密之相似 如今宋祖尔也长大 但是却已成名 有句话说女大十八变 越变越好看 宋祖尔和齐如意大概就属于这种 前段时间还考入北京电影学院 看了和他同学的合照 感觉班上笑发狠独 本来是明星的宋祖尔 竟然显得有些朴素 总之对齐如意 宋祖尔作者别的郭敏妹妹来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